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闲大家好 感谢视频上午到顺便带来的刀坎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继续给大家带来CDC对战ehome的比赛 这个比赛我这边刚在电脑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游戏帧数特别特别的低 所以我就是推出了一套游戏 我本来以为这场比赛应该是节奏很缓慢的一场比赛 因为双方在前面三四分钟的时间里边 只爆发了一个人头 那么我就顺势的赶紧去摆这个电脑 还不是三四分钟 它都五分钟的时间就爆发了一个人头 但是没想到这场比赛突然间就一下画风 画风突然间就改变成了一个8比2的一个人头 那么这场比赛我唯一看到的 在这个之前视频结束之前 我唯一看到的一个画面就是在上路 小林康娜的亚巴顿在上路被对方发条式单杀了一波 在这个位置 但是没想到在我这个重启电脑 然后把这个重启电脑的这个时间里边就把这个人头一样漏到了9个 人头突然间就来到了一个8比2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经济情况呢 三大哥是 以后我们的三大哥是排在前三 CDC 这个卡尔什么意思 9比2了 CDC要瞎呀这样比赛 对方的黑鸟现在身上已经是夹腿加上一个点筋手 加上两个空灵挂架 这张比赛的节奏确实突然间就快起来了 这边拍摄熊打远古正好把状态 来看一下这个 这边现在是一个相位鞋 这边拍摄熊过来以后小三 我也是带走了老国书章的一个VS 那么终于是找回来一个人头这么一个机会 我这边直播间的名称写错了 这边的名称写错了 好 那么终于把这个电脑都弄力了 这黑鸟把打远古正自己的状态空了 一个勾勾过来 并且给一个一 这场比赛这个发条有点吓人啊 这个发条有点不讲道理了 这里是不是砸下来一个大招以后呢 又是带走了小林康纳的一个 小林康纳的亚巴顿这波也被带走了 突然间这场比赛就有点hold不住这个局势了 4DC11比3的一个人头说 经济现在全面落后 对方的VS现在是2700 跟上一场比赛一直排在几方经济第一的这个亚巴顿 来相比的话 这场比赛这个亚巴顿几乎确实就有点崩溃 而且这场比赛之所以 他的这个整个局势的一个崩盘 我觉得不得不说应该是小林康纳自己要背锅的 上路他开始给这个发条送的这一个单杀 他这一个单杀送出去以后 也是让这个发条自己的节奏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一共杀了11个人 这个发条自己一个人手里算是8个人头 只有一个助攻手里有8个人头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个很多人头基本都是单杀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发条的等级 是仅次于几方出点金手的这个黑鸟 黑鸟现在手里边是两杀一死两助攻的一个数据 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 黑鸟加上发条两个人就杀了10个人 而其他的队友加起来只杀了一个 就是在巨魔手里面还赚着一个人头 这场比赛感觉突然间这个CDC就有点hold不住了 这里发条又是一个勾勾中以后看一下卡尔这里临死之前放了一个天火 但是现在这个发条的装备啊 主要是等级也是比较高 这里亚伯顿又是再一次被对方一个VS留住有没有换 火土这里没有刀6 大招打出来以后推推关一手 炸出来以后又直接被对方CDC给点死 这场比赛CDC估计这场比赛是完全扛不住了 他们在BP的时候呢 在BP的时候之前 其实我有给大家录这个BP的画面 当时我就在说 我说他们这个阵容有一个隐患在哪呢 就是上一场比赛 他们的中单位和大哥位并不像这场比赛 这样这个这场比赛卡尔就是吃资源吃的太多了 他是一个特别吃资源的点 然后呢 这个熊战是一个特别吃节奏的点 而与上一场比赛相比由于船长被搬了 那么CDC继续去用这个冰女的一个套路的时候 就会发现缺少一个能够跟他去配合的点 这里三个把球直接甩脸 而且自己的队友与此同时还拿到了一个肉山盾 巨魔也趁着自己双倍的一个机会 直接把这个盾给打掉 双倍加上VS的光环加VS的减甲 打盾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那么人头数现在来到3比14 双方的经济差现在是已经有了1万多 15分钟1万多的经济差 这就相当于ehome这边每个人比你多一把跳啊 这15分钟每个人比你多一把跳刀是个什么概念啊 要不等这里还是再出点筋手 因为没办法 他这样比赛只能这么大 黑鸟是得关一下熊战 这一个勾勾中了卡尔 卡尔队临死之前又扔出了一个陨石 每次都是临死之前放一个技能出来 但是并不能够把这个局面给hold住 乖乖的熊战这里被对方的这个地狱火 被地狱火爸爸拍的也是有点生活不能自理 看看小林康纳赶到战场以后能不能够救下来 这里一个推推大鸟掉了熊战以后 狮狮里边还有一个冰女 这个冰女也是被对方的黑鸟过来一个法球 这一个黑鸟现在基本打这个冰女就是两下 冰女这里出来以后 直接关出来以后死掉 小林康纳这也被对方这个巨魔切远程 两个飞幅甩上来直接跺到屁股上 那么马屁股也不是被夺了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经济差距是来到了11000 虽然说这波CDC是成功的 击杀到了对方的一个术士 加上一个VS 这里一个天火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炸到这个发条 还是说炸到了但是没死啊 刚才这个位置 我刚才去看这个经济了 没有能够看得到这一个小细节 卡尔这里身上也是有一个点筋手 CDC这个局势突然间在护不住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以后面这个阵容推塔很好推 就是在有巨魔的情况下 推塔是比较轻松的 本身巨魔就是一个 就是在有一段时间 他被拿出来打这个比赛的时候 也是因为他是比较适合 这种推进的一个阵容 这熊战拍一下地板 但是没有拍到 提前被兵女给溢住了 下路 小林卡纳 亚巴盾 这给自己一个光盾 开出大招来 对方也无所谓 先把你从满血打到空血 再把你从空血打到满血 然后再把你打死 这个也问题不大 这个比赛的这个观战服务器 我确实是有点走不住啊 这个观战服务器 为什么一直出现这种情况啊 这个真的不是我这儿的问题 这个确实是他观战服务器 这也不在蹦 今天据说是听说是有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病毒 有一个什么病毒什么的 这个 一个事情 虽然不知道是 这是个什么东西吧 但是好像还是叫什么 无所谓 反正这档比赛 我估计稍微拖一点呢 也问题不大 这档比赛一后 确实打的节奏太好了 前期的这档比赛 没有可能给大家去录完全程 这个确实是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失误 我主要是真的是没想到 这档比赛突然间就变成这样 刚开始的时候 局面还是很平缓 没想到直接就崩了 给小林康纳直接把他打出来 杜姆直接甩到了黑鸟脸上 VS换一下直接被打死 小林康纳还在往外追 杜姆身上是一个跺脚 是一个人马的踩 还在往前追 利用自己的胶土 烧死了对方的VS 后排这个时候 小林康纳被对方的 这个术式的地狱火拍死了 老鸡复活站起来以后 但是小苍微已经追死了一个术式 等于这波团战打赢了 这波团战是打赢了 换掉了对方三个人加一个盾 而且这三个人里面包括了 其中对方的一个黑鸟 只不过就是这个五解肥的发条到现在为止 还是有点挡不住 这个天火 漂亮 超神的杀戮 超神的杀戮 这个天火是怎么给出来的呀 神他妈天火呀 这个这里是利用一个扫描 扫到了这个 就是靠着这一个扫描 然后往这甩了一发天火 连眼都没有 在眼都没有的情况下 靠着一个扫描 然后预判了一个位置 一千块呀 这一个天火 这个天火真的是可以的 今天什么比特币病毒 什么东西 电脑被病毒攻击 资料文档被加密 攻击者称须支付比特币解锁 呵呵呵呵 这个 比特币病毒 支付比特币病毒 好像叫永恒之蓝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 就是标准的 就这种漏洞啊 就出现这种漏洞的一个比较标准的 一个问题就是 比较标准的问题 就是还是 对于网络安全的一些基本常识没有 我刚刚在网上大概查了一下 这个病毒又是利用445端口去做的工作 445端口的一个 这些445端口已经 包括135这两个端口已经出现过 无数次的这个问题了 尤其是局域网用户 就所谓的教育网用户之所以 比较容易遭这个罪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是在同一个网络下 同一个网络下行着苟且之事 然后被对方偷拍出来了 就这种感觉一样 没事的时候就 反正电脑这个东西大部分的现在的这个安全软件 不管是这种 就不管是什么安全软件 基本上在这个优化都是都会自动去帮你关闭掉这个 135和445端口 然后至于这些漏洞 很多漏洞 其实就是不要去用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教育网用户 尤其是那些 我其实挺不理解的 就是我见到很多 包括我在去 之前去这个广东那边给一些企业讲课 带这个技术团队的时候 他们当时还在用的是XP的系统和IE的浏览器 我其实挺不理解的 甚至还有一些公司在用这个360的浏览器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天灰信使这边死 天灰信使在哪死的 天灰信使在哪死的 身上一个1200的球 刚才没有人 没有人在这个信使回来的路上 刚才四个人在这个位置 一个人在这个位置 1200的球你要买 还是从这买 然后这么回家 而且刚才这一带没有人 这鸡是怎么死的 一个粉扫到了小苍微 这个发条 虽然说刚才被一个天火给怼死了 但是现在这个状态还是保持的不错 什么意思 躲一下天火 这应该是帮他关一下躲一下天火 CT5这里这个脑子还是快 刚才这个帮着这个发条关明显是帮着躲天火用的 不用AE用啥 我跟大家说 想让你电脑安全 最简单的方法 浏览器也别用AE 也别用任何AE的内核的浏览器 包括什么360 什么搜狗 什么这些就都不要用 还有什么猎豹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白了 简而言之国产浏览器一个不要用 就行了 然后呢 就最好是用谷歌的浏览器和Fairfox这两个 然后或者还有一些 如果比较噶 一些性格比较噶 你可以用那个叫 Obra吧 还是叫什么来着 来吧 熊战这波被对王VS换出去 是直接被锤死 卡尔现在拿没拿到A仗 还没有 还没有 自己的这个 精气球没了 精气球没了呀 哎呦 这个血掉了 这个亚伯伦血掉的不用这么快吧 这一个勾 又勾中了 卡尔 卡尔直接被杀 卡尔这边买活都没用 那么这场比赛估计马上就结束了 已经被对方直接冲脸 C25已经完成了三杀 那么这里打出了GDA 然后稍微利用一点结束的时间 给大家稍微普及一点点 这个电脑的安全知识 如果你不想中病毒 第一个不要用AE浏览器 尽量用谷歌浏览器和Fairfox 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 比如说 如果你用网言 中国很多的网言 对于这个谷歌浏览器和Fairfox的支持 还不够成熟 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去用一下 AE的那盒浏览器 但是用AE浏览器的时候 最好是只去开这些网站 不要开别的网站 任何网站 其他网站都不要开 至于电脑的杀多软件 其实你愿意用卡巴斯基也可以 你用这个 其实腾讯电脑管家也可以 腾讯电脑管家 在最近的这个评测当中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就是打死都不要用360 记住了这一点 打死都不要用360 这个是一定一定不要用的一个东西 我跟360没有什么仇 我就是电脑 我电脑用一次360就上一次新 所以一定不要用 它最早的时候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但是后来这个东西就已经没法看了 然后呢 最好就是用一下 这个腾讯 虽然说它都是抄的 但是它抄的挺不错的 这个我们要承认 所以说它现在这个电脑管家 是可以用一下 来源未知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没事干的话呢 没事别乱装 然后下片的时候呢 在播放器的选择上面 尽可能选择一些 第三方的小众的播放器 或者是这个腾讯的播放器 也可以 当腾讯播放器也可以 其实病毒传播的最主要的途径 就是现在这个年代 最主要的途径 还是来自于 就是找这个 你的电脑的一些漏洞 然后通过一些网络自动 就是网页上面的一些 自动的执行的一些东西 来去入侵你的电脑 依靠软件绑定病毒 这么low的方法 现在已经见的不多了 360这个东西 大家能不用就不用 相信我这句话 能不用就不用 所有这个 用这个电脑 十年都是长的 尤其是在网络安全 这个方面 就是极其偶尔的 可能360某一个工具 比较有效的 可能我会装一下 用完了马上卸载 千万不要让他在电脑里边待着 实在是没什么乱用 好了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也是说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希望也是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稍息休息一会 给大家带来双方第三场的比赛 前两场比赛也是打成了一比一平 第二场比赛在这里 再给大家道个歉 没有给大家做完全程 也是 额 破云无奈啊 因为刚才那个电脑帧数 只有二十几帧 太卡了 所以呢 没办法 只能是重启一下 好了 现在到这里 我们稍息休息一会见